美华超市每天早上九十开门,它的停车场有六排停车位,每排可以停七辆车,每辆车有四个轮子。 请问这个停车场一共可以停多少辆汽车? 我建议你先暂停视频,试着自己想一下这个问题。 好,那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。 超市每天早上九十开门,题目要求我们计算的是超市的停车场可以停多少辆车,我们并不需要关注超市开门的时间。 同样,我们也不需要关注车有多少个轮子,因为题目没有问我们这个停车场可以装多少个轮子,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忽略这个信息。 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,有多少排停车位,以及每排可以停放多少辆汽车。 那题目已经告诉我们,那题目已经告诉我们,有六排停车位,每排可以停七辆车,也就是意味着有六组七,我们可以写成六乘以七。 或者我们换个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,有六乘以七的汽车,可以停到停车场,那么一共是有多少辆车呢? 很明显就是六个七相加,我们可以写出来,六乘以七,也就是等于七加七加七加七,再加上七。 好,就像那里是有六个七相加,好,七加七等于十四,再加七等于二十一,再加七二十八,再加七三十五,再加上七等于四十二。 所以,六乘以七等于四十二。 所以这个停车场一共可以停四十二辆车。 我们看这个图来验证一下我们算的是不是正确的。 这里一共有六排,第一排,第二排,第三排,第四排,第五排,第六排。 每排可以停七辆车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七辆车。 那么,一共有多少辆车呢? 七辆,十四辆,二十一辆,二十八辆,三十五辆,四十二辆,总共是四十二辆车。 所以,这个停车场一共可以停四十二辆车。 我们下来的招呼随哈绍。 所以,刚才没有回家。 suit员,六三十四国。